各位观众午安 欢迎收看一言新邦 我是蔡佑达 台股在最后五分钟撮合 因为副时指数调整的关系 最后尾盘是下跌255点 收在19682 19682点 成交量今天爆出了5558亿元 下周的盘市到底如何掌握呢 现场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首先是品风大中华头股 蔡丰盛分析师 佑达好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郭大仪分析师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盘面上的观察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这个佑达 各位 昨天蔡老师在收盘 跟盘后节目也跟各位讲说 这个00940的 也不要讲说之乱 搞不好你要大举的进场 我也祝福你 但是就是我昨天有讲说 我看到人家 我朋友传给我一个花 也是出家师傅去开户 对不对 这个00940这样甘好 各位对不对 昨天晚上还有做一个新闻 真的是出家师傅去开户 买买买00940 那也说的奇怪 金刚经里面就已经有讲了 若见诸相飞相 极见如来 各位对不对 这个时候还去买00940 这样甘对 这样怎么见如来 各位对不对 反正不管如何 你只要能够承受得起风险 纵使赔个二三十亿 你的眼神也不会扎一扎 各位 那我当然祝福你 否则的话各位 任何的东西 统统都是风险跟报酬 是对立性的 好不好 所以说各位 要看自己的一个承受能力 来 先把蔡老师的一个祝福 把蔡老师的好话 永远记在你心里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 平安健康 我说过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懂什么赚什么 天公地道 绝对不会有跟风的一个风险 也就是说 人在補什么 你去买什么 各位 这样你知不知道 蔡老师也很讨厌 刚刚跟你讲 尤其一天到晚 在跟你讲数字 那边绕圈圈 是不是 那哪有什么养分 你看那种节目 不会成功的 礼拜一 大盘怎样 跌59点 开低 吉拉涨143点 又吉拉135点 尾盘跌59点 我说这样就是定干了 叫做一锤定音了 对不对 代表这个礼拜 就是跌 震荡很激烈 当然就是逢低买 因为吉拉有买盘 这就是一个礼拜的缩影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们持续看下去好不好 礼拜一 我跟你说 今天拜五验证看看 不就知道了 蔡老师也没在骗人 各位对不对 我也没有在卖 什么软体 也没有在卖 什么技术指标 我只是带领各位 一同成长 这也没钱 我跟你说 我心比 快点 你快来买我的指标 没吧 对不对 各位是不是 礼拜一就跌59点 那上礼拜五是创新高 也是我跟你讲 有花堪折 只需折 最好的卖点 是不是 周一效应 好开始 礼拜二 大盘一样开低 跌61点 然后业内买盘 又冲到188点 对不对 当天融资大增60亿 你说老师没准 怎么没准 我说的是一个礼拜 怎么没准 礼拜一也是 杀低之后给你冲高 再给你灌下来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 这礼拜二 好来 礼拜三 利多齐倍 美国股市也大涨 台股开高 涨200点 又是一个绝佳的短线卖点 开高 左低 尾盘小涨13点 你说老师 看起来 我告诉你也是弃 对啦 没有关系 反正你都讲你对 所以我也祝福你啦 真正要赚到钱的 才是赢家啦 各位 礼拜三也是卖点 昨天又给你开跌153点 然后大难不死又拉上去 尾盘又给你涨9点 但是我准备还是告诉你 因为也快进了 因为今天礼拜五 这个美股市务日 波动会很大 有赚钱获利入带 有花勘责直虚责 已经说一星期了 你要不要听 我也祝福你啦 好不好 反正你的一个坚持 我也希望一切都往好的地方发展 对不对 今天礼拜五 大盘直接开低走低了 尾盘呢 跌是扩大了 导播辛苦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尾盘 尾盘跌蛮深的 跌255点 19682 各位19682 各位来你看看 那这样周一效应 你不服了吗各位 你应该很幸福吧 因为有蔡老师这样的一个节目 在台湾股市创新高的时候 还时时的帮散户座着想 不然我也可以 我可以两个眼睛都闭上 不要说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我每天都说好 我管你有没有去追高 是不是 我也可以这样子 但是这个有 这个好像有一点 这个有伤内心的一个什么 一个所谓本质 所以蔡老师不干这种事情 我不是人家的传声筒 我是自己的主人 所以我要救你一把 所以各位你看看 今天早上的一个美国股市都在跌了 各位是不是 对吧 那日经指数 也已经这个礼拜都不涨了 对不对 那之前把我们拉上去的费半 已经在走落了 对不对 关键是台币今天贬值超过一脚 是不是 对吧 所以各位 是不是涨多了就是最大的利空 对吧 是不是 就是有花堪则 直虚则 莫待无花空则之 有没有 来 台积电 今天的台积电 开低走低尾盘 再给你踹到最低 台积电死了吗 当然没有人能够这么肯定 但是上礼拜五台积电的高点 796 看起来越来越远了 好不好 希望你不要是又买796 不然的话 等它跌下来 又会有很多的一个小道消息 跟新闻讲说 单亲爸爸 单亲妈妈 便当 三餐 剩两餐 钱都去买台积电 然后台积电又买在796 怎么办 对不对 求各位 什么大大小小 中中 左左右右 能不能够给一些帮助 那种东西我都觉得 很没应用 各位 谁会去买796的台积电 我问你 是不是 然后说没钱吗 他也挺有钱的 一张都80万 那有什么没钱 各位是不是 今天其实台积电很糟糕 是因为今天有利多 喊到993 所以我就告诉你 涨多了外资喊这种东西 真的不要把它当一回事 掩护用的 盘局 有时候这种罕进 会有突破盘局的力量 如果一天到晚 都已经在走高的话 你就不要去看利多了 因为你有可能会被陷害到 好不好 就像去年11月15号 我跟你讲台积电涨定了 因为台积电升股息 从3块钱升到3.5 下礼拜一 各位台积电3月18号 就要配息3块5 各位好不好 当然好事嘛 有什么不好的 所以你看嘛 你那时候不买 我告诉你 全世界人都买光了 而且那时候买台积电还没涨 台积电是1月底开始涨的 是不是 对吧 所以这次台积电我也告诉你说 看起来很多个股的筹码都乱了 因为00940之乱 所以到底00940跌好还是涨好 各位你怎么会期待它跌呢 各位如果一直跌 你再去讲说好吧 各位 不管如何 我认为台湾股市要站稳2万点 要台积电出手 否则的话就是南科一梦 好不好 那南科一梦也不是不好 很多个股最好大盘不要涨 他天天涨个3%5%7%8%8%多好 不然 这种盘式的一个危险性 有时候会把个股的一个潜力把它打折 来你来看看 就像世新 利多高档获利 因为历史新高 怎么卖怎么赚 跌跌跌 有办法连跌8天 你说这不是人为色彩 什么是人为色彩 那IP股的钱各位也都有可能转到鸿海去 因为鸿海重置层层而且又融资 这个一定是特定大户 而且什么有办法消息一面这么的铁 当然昨天下午也证明我讲的没错 配5.4 这个一定是配息有利多 我从这礼拜就一直跟你讲 事实证明蔡老师的一个什么 一个研判完全的正确 当然我们并不是那个圈圈的人 也祝福鸿海 因为鸿海真的害了很多人 各位是不是 来你来看一下 世新对不对 3500块 对不对 现真嘛 所以他低于3500块 世新公司还没交代 对嘛 所以昨天就拉升到涨停 是不是 对 那你拉升到涨停 昨天有记者报 说外资送软 这还假装 但是今天早上这个消息 你就很清楚 原来他纳入台湾50指数 盘后生效 所以昨天是短线客 今天的一个世新 KY建高点之后 短线客 隔日冲又卖出了 很明显 所以尾盘 收在3600 距离3500就100块 要保持下去 各位 看看什么时候突破 大盘才会有效的去占上2万点 不然现阶段距离2万点 已经有400点的距离了 好不好 反正世新 本季的业绩还会持续走扬 好不好 所以等法人归队 那法人归队是不是代表 红海获利出厂 那你要了解 维影也一样 维影今天好像有止跌讯号了 6669 好不好 那维影 他的一个什么 本季的预估也是淡季不淡 所以之前IP股都不抢 各位 因为我一直跟你讲 IP股其实世新出货就算了 重点是扯后腿的叫做6643 6443的一个什么 M31 今天打到跌停 你自己看 所以我昨天讲的东西完全都验证 所以IP股大户现在还没进来 你有注意吗 各位 那不管了 因为下礼拜 回答的大戏 目前全世界都引颈期盼 对不对 伪创 其实法说会讲的这么好 他昨天还是跌 对不对 但是今天伪创有涨 而且还涨过昨天的高点 有戏 伪创是2月份营收双针的其中一档 对不对 另外一个吉拉的 刚刚收盘已经跟各位说过了 叫广达 广达这个气势代表是法人进场的一个动作 而且直接过大概这三个礼拜的高点 广达2382 所以看起来 回答的一个什么 一个说明会 它的一个大会 四天影响台湾股市2345 有文章 有文章 所以你要看AI族群 伪创跟广达 这两档各股今天拉合情合理 是不是 因为它2月份营收 本来就是人家会稍微的 有记号 那至于我一直跟各位讲的 这个礼拜大型股 你说电子股都在跌 没有 我跟你讲的 广达还不是单导反转 是不是 从17块往上拉 然后又利空 非常好 我们就是需要利空来洗筹 对不对 礼拜二又拉上去 礼拜三 3月13号 又平18块 对不对 昨天拉到18.15 今天的广达又拉到最高18.35做收 那重点是 我说这个法人满 有证据吗 有 是不是 有答 司法人满 没错吧 你再来看看 鸿海集团 我们认为天狱有文章 今天收盘收262.5 几乎收在最高点 收盘价也是近期新高 4961的天狱 各位有没有 也是底部形态 各位是不是 天狱当初跟你讲的时候 在这里 2月26号 是不是 没错吧 240 对不对 有吧 就像世界先进一样 对不对 去年赚4.5 配息4.5 股息配发率100% 当然就涨了 各位 压了两天之后 礼拜二不就送你涨停板 像这种东西你要赶快去赚 各位不是看一大堆节目 每天都把涨的东西都把它讲成自己有 各位是不是 蔡老师就没有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这样会对内心的心动耐把尺没办法交代 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所以我也是跟各位说过 你一定要占领你的认知的至高点 你的胜利就会换成获利 就会守到勤来 蔡老师的节目非常感谢 各位昨天竟然破天荒的再创历史新高 真的也很感谢大盘这个行情 也很感谢投资朋友对蔡老师的肯定 尤其是蔡老师的用心 你们都非常清楚 收盘 盘后 以及每周一到每周四 晚上的产业介绍 那蔡老师也邀请你 做股票能赚到钱 祝福你 没赚到钱的各位 赖还没加入蔡老师的 屏风大中华就好 不用扫什么QR Code 太low了 好不好 直接搜寻公司 这都是蔡老师自己开的 好不好 20年了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想你一定很认同一言新邦 蔡老师会持续的精益求精 带各位赚更多 更值得去赚的基友股 好不好 所以吉隆武村快散行动 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也应该快要怎样了 各位知道 那避免满线你拨不进来 现阶段就可以赶快把电话拨通了 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枪在手 请你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你操作台湾股市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馆 回来继续请丰盛老师帮大家解析 欢迎您回到一言新帮 再把时间交给丰盛老师 好的 感谢佑达 来 各位赶一下进度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来 近期几天 零零九四流 零零九四零 各位 一开始都在涨 那一开始都在跌的就是台光电 很可怜 那跌的时候就开始讲说 这一个所谓的一个 韩国的斗山电子 好像抢到了一个什么 这个辉达 CCL的一个独家供应 所以台光电产了 各位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 这我们都不知道 但是公司派自己会澄清 蔡老师有没有讲过这一点 对嘛 只不过零零九四零支乱 真的让这些原先 这个也都是零零五零零零五一的一个 成分股也都这样大跌 因为投信一致大卖 绝对都大卖 各位对不对 是吧 昨天三月十四号 投信又继续买 又买两千兆 但是我刚跟你讲说 这个新闻来看一下 台光电不为韩厂的一个抢单 对不对 这个斗山电子 他讲一大堆 说他拿到这个 但是出货不多 那台光电就讲了 他说他根本不怕 而且他们跟客户都有签 就是跟辉达都有签保密协定 奇怪为什么韩厂可以不用遵守 就算真的有的话 各位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各位所以你看看 这种韩厂 你看连我们台积电 十几年来结成四筹 一天到晚都说 梁绿银台积电 没有一天是真的 所以以后只要讲说什么 韩国厂讲什么 你就不要把它当一回事 报纸上你根本都不用看 台光电今天有过昨天的一个高点 所以有短线上转强 各位台光电 各位 二月份依旧是年增 很漂亮好不好 金像电 一样嘛 礼拜一就跟你讲 最悲情的就这两档 不是悲情 城市是悲情的股票 金像电跟台光电 一直都被卖 有没有 是不是 今天也过了 也就是反弹 有巨效益 那00940今天能好去哪里吗 各位 00940今天十档有八档下跌 其中长龙海运竟然跌停 那长龙海运跌停 各位 你以为讲说 老师 那长龙海运不是 现金殖利率5.5不错吗 是啊 但是问题在于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他只有00940 或者一些大户的买盘而已 万海去年赔了两块多 扬明也不赚钱 只有长龙海运有赚而已 而且你看这边 这是全世界第五大的德国 赫博罗特 赫博罗特 他去年尽力重挫 股力配啪会减少85% 所以你看看航运股 当然我一直讲说 其实那是筹码战 那我也不知道 在4月1号 这个00940出来 会到什么样的境界 反正老话一句 好不好 你能够承受多少风险 就做多少事情 不要什么贷款 借款 然后去买00940 做这不是温坦 去想想当初原油 政二 是不是赔了一屁股 到最后不晓得 要怎么解决 这好像还有纠纷 所以我也不讲什么投信 自己去看吧 看报纸 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有没有 蔡老师也邀请你 你看看旗友 今天不是很强 昨天晚上介绍 各位累累 是不是 还有包括什么 南保 今天利多这么多 直接亮灯涨停319 蔡老师讲的时候291 各位是不是 还包括什么 华泰 华泰更要留意 华泰 其邦 处奔已经告一段落了 华泰 他二月份营收还是月增 还是年增 所以看看这一段 下沙 他下礼拜是不是要往上拉升 好不好 包括中沙也一样 还有什么 还有最后一档的一个富士达 今天也都创历史 收盘价新高 所以知识的投资 才能够获得最棒的利润 蔡老师很感谢各位的一个热情的收看 有问题一定要问搜寻屏风大中华 加入之后留下你的电话 自然会跟你做联系 灵活操作才有办法趋吉避凶 你追高杀低 你后面就是徒劳无功 所以吉隆武村快闪行动 各位赶快上车吧 好不好 蔡老师给各位最大的温暖 一瞬间就会不见了 所以说战胜恐惧的秘诀 就是枪在手 赶快跟着蔡丰盛老师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佑达 最后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一所推介分析 资格比较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 证解四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